六道轮回是希望的 舍法界一正庄严也是希望的 希望就要放下 真实呢 真实是不可得 是假象 幻象 不是真相 它存在的实践 你无法想象 你决定没有办法掌控 像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的生命 你怎么能掌控 不但你不能掌控 你看都看不到 不是 它太快了 我们能看得到 就是至少 一秒钟 三次 三次的生命 就是三分之一秒 有个概念 比这个快点 概念都没有了 整个宇宙 近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 这个细胞 新陈代谢 细胞里头 还有细胞 更为细的 要知道 要知道 它的真相 真相是 高频率 在那里 生灭 前面灭了 后面是 生灭不住 它不停止 那就是假的 全是假的 假的 不可留念 假的 不可当真 自然 很容易放下 你要把它当真 就很难了 知道它是假的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心上 没有这个东西 好 八万四千法门 念佛往生 这个法门 最殊胜 最容易 只要你能掌握 没有一个 不放死 可以说 修这个法门 一个都不漏 漏是什么 因为你对于 这个世间 还有贪念 还不能够 彻底放下 这就不能放死 它障碍你 彻底放下的 没有一个 不放死 而且 随时可以 我死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 想走就走 什么时候想走 念头才动 佛知道 佛就来接引 我们想走 我们想走 佛不来接 为什么不来接 我们还有留念 还没有真正 彻底放下 甚至于自己还不知道 佛知道 那么第二种情形 佛要留你 在这个世间表发 你跟这个世间人 有缘 还有些人 需要你得度 跟你有缘 这个 往往佛是 不得留下来 让他多住几年 佛不度 无缘 众生 所以 每个往生的人 会遇到光 有这个缘分 会见到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